響亮的揮拍声充斥着整个赛场 因5月疫情爆发而停办的 全国大专院校运动会 10月1号正式在成大复办 而在5月就开赛的羽球项目 也在早上恢复了比赛 指定对方快速移动脚步用力揮拍 他是代表辞会医护管理专科学校的 Galvan选手刊源 上届拿下一班男之主第7名的他 因为太久没有比赛 在赛中有好几度跟对手评分的状况 在慢慢调整状态后 也渐渐跟对手拉开比数 赢得最后的比赛 太久没碰球派了 然后而且球场的风况也不适应 对啊 所以刚才第一局就比较顺 因为我是逆风 所以分数会拉得比较开 第二局就对方也抓到自己的节奏了 所以就变得比较很难打 所以后面就靠自己的气势 慢慢追上来这样 而潘远把这次的目标定在四强 期望今年能比去年好 为学校跟自己报得好成绩 这次的成绩大概抓在四强了 今年第七 所以比之前更好就好了 对啊 羽球赛事目前都还在排名赛阶段 赛程会持续到四号 决赛当天也会有转播 主人朋友若有兴趣 都可以关注赛事的进行 原始新闻Lavos 五六台南市采访报道